花莲施工所的食物银行在获得善心人士捐赠 中油凤林将站的站长陈建成夫妻两个人 特别采购了社福团体的月饼礼盒捐给食物银行 让弱势家庭也可以吃到应景的月饼 而施工所主任秘书欧美华代表接受也自证感谢状 他很感谢这么多充满爱心的公司行号社团 还有个人来支持食物银行 要帮助更多的弱势朋友 台湾中油凤林站的站长陈建成协同妻子林明寅 带来30盒喜憨儿烘焙物的月饼礼盒 还有一整箱的卫生纸赠送给花莲施工所 希望透过食物银行可以帮助弱势朋友 就是想说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人家庭生计受到影响 包含这新闻上面我看到有一些弱势的月饼的部分 比较少人订购 我是想说略进自己的绵薄之力 想说以小爱换大爱 刚好在脸书上面看到我们市工所 有这样的一个食物银行的平台 想说那我就用自己的一些资源 然后来购买这些弱势团体的爱心月饼 然后捐赠给食物银行 然后让食物银行可以发给真正有需要的人 花莲施工所主任秘书温美华代表接受了这一批爱心物资 也非常感谢来自社会各界的帮忙 感谢我们中油凤林站的陈建成站长及夫人 然后响应我们市工所食物银行的号召 然后捐了月饼还有卫生纸 其实这都是现在目前中修节也快到了 那月饼其实是我们连结的物品 那这边我刚刚看到我们食物银行里面刚好没卫生纸 所以也感谢陈站长这样的热心奉献 那我们也是希望说我们食物银行这个平台 然后因为很多三星人士的响应 然后我们更多人能够呼应我们 市工所一些大家一起来贡献我们食物银行 让这个食物银行能够更多帮助更多的人 中秋节前夕有了这批月饼领盒 让若是民众可以有过节的感受 市工所主命翁美华表示 市工所非常乐于成为社会公益平台 也欢迎善心人士企业社团来洽询花联市工所社劳客 一起来做爱心 借银行人士企业社团来洽询花联市